字幕提供 歡迎收看KUNYUNY TV 我是妞妞 今天我要來做一個小小的實驗 就是化學珊瑚 這瓶子裡面會長滿了珊瑚 可是它是化學的 現在我要來介紹材料囉 玻璃瓶、硫酸銅、硫酸鋁、硫酸鴨鐵 還有細酸鈉 一個大涼杯、一個小涼杯 我們先把500ml的水倒到玻璃瓶裡 我們量100ml的細酸鈉 把100ml的細酸鈉倒入水裡 哇 把它攪拌均勻 先把硫酸鋁倒進去 我們上次有實驗過一次 如果 倒太多的話 它會 長太多 很恐怖 其實很像發芽一樣 媽咪現在加的是硫酸芽鐵 有鑽桃椒在另一邊 不要讓它們都黏在一起 不然它們會混顏色 會混色不好看 本來是太少了 我們再加一點點 差不多這樣子就好囉 我們現在要把它放到旁邊 縮實攝影給它錄影 好可愛喔 哇塞你們看 長出來了 好漂亮喔 好可愛喔 你看這 這旁邊有粗粗的那個 然後要扁扁 嘿嘿嘿嘿 嘿嘿嘿 真的很像扁扁啊 你們看它那粗粗的 還有花色 我覺得白色跟藍色擋對多 白色的腿比較像草 藍色的比較像桑林 好神奇 上面有點蒙布 那一塊黑黑的是什麼 是要給青蛙跳在上面的嗎 如果你們也想要重重看 化學珊瑚的話 你們在網路上打 化學珊瑚材料包 就可以找到囉 這就是今天的小實驗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你們看 擺了兩三天 它變這樣子了 裡面還有石頭 超酷的 漂亮 還沒有訂閱 訂閱訂閱訂閱嗎 如果你是用 手機或平板的人 這個位置 它有一個按鈕 按下去就可以訂閱囉 如果你是用電腦看的人 請按這個按鈕 就可以訂閱囉 掰掰 然後訂閱 按鈕 按鈕 開鈴 按鈕 Nasda